第二点就是伊朗方面表示 他们将会尽快邀请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去访问这个设施 我想第三点就是经过磋商达成的共识 就是将会把伊朗现存的低农油 运往第三国进行加工后 那么再运回伊朗 中国政府对伊朗核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则的立场 我们中方也十分关注 同其他国家一样十分重视这么一问题 那么我们一贯主张要坚决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 同时我们也认为各国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 都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对于伊朗核问题 我们主张还是通过外交努力 通过谈判对话来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 核武器自美国1945年进行首次核实验获得成功之后 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武器 1968年联合国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虽然国际社会积极斡旋 但伊朗核问题多年来在战争威胁 外交谈判和经济制裁当中一直反反复复徘徊不前 依然处在僵局之中 作为世人最为关注的主要核问题之一 伊朗核问题已经持续多年 我们来了解一下伊朗核问题的演变历程 20世纪50年代 伊朗开始核能源开发活动 曾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 1980年 美国与伊朗断交 此后美国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借口 秘密发展核武器 2003年 伊朗宣布发现并提炼出能为核电站提供燃料的油 同年 伊朗正式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 但伊朗在暂停油浓缩活动方面多次出现反复 2006年 伊朗宣布恢复终止两年多的核燃料研究 伊朗核问题再度升温 同年 联合国案例会决定对伊朗实施禁运等制裁 2007年 伊朗总统内甲德宣布 伊朗已有能力进行工业规模核燃料生产 此后强调 制裁不会对伊朗产生任何影响 2008年 美俄中英法德 欧盟和伊朗的代表 曾多次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谈 但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伊朗则强硬表示 不会停止油浓缩活动 六国的要求是不合法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联合国 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以及伊朗和德国的这次磋商 下面就让我们来连线 特约评论员宋小军 小军在前几天直播当中 我们还在谈 内甲德在这次国际会议之前 公开放狠话 而且我们也知道 伊朗一直在核问题上 是一种强硬立场 但是我们看到谈判结果 最后伊朗承诺 第二座核挪梭的工厂的问题上 可以跟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 而且允许核查 你认为这是在国际压力下 伊朗在让步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恰恰是伊朗的这样的表述 表明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伊朗自己已经